非洲小叶子坛和印度小叶子坛是同一种材质 只是产区不同 这个是我昨天在一个直播间里听到的声音 当时主播正在卖一款雪坛的佛珠 标注的名称是非洲小叶子坛 我觉得这个观点肯定就是误导了消费者 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事 什么是非洲小叶子坛 就是咱们常说的雪坛 学名叫做染料子坛 主要分布在非洲的刚果 莫桑比克 坦桑尼亚 赞比亚等等这些国家 其中赞比亚的雪坛 被认为是品质最高的雪坛料子 印度小叶子坛 学名叫做坛香子坛 产地就是印度 另外还有很多朋友会把印度子坛和印度小叶子坛弄混 印度子坛墓属于是花梨墓类 子属花梨 我国南方也是有大量的原木存在 其实这两者只是名字上有相似的地方 容易混淆 如果看墓质的话 墓质表现区分度很大的 咱们平时逛这个文文市场买的这种紫坛喷灾 说是叫印度紫坛喷灾 其实都是印度紫坛墓 并非是印度小叶子坛 您种的话 它肯定长不出这个紫坛墓 也做不了手串 做不了佛珠 咱们在说回紫坛和雪坛 两者在彩色和纹理上确实非常相似 雪坛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像印度小叶子坛的材质 而且研究发现一部分的雪坛料子 它的导管中是有少量的塑胶的 也就是说雪坛同样可以出现金星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植物学家给出了分析 说这紫坛和雪坛是同科同鼠 都是豆科紫坛鼠 就会有很多朋友认为说 是不是跟海南黄花梨和越南黄花梨一样 其实是一种东西 一样的东西 只是生长的环境不同 其实并不是 这雪坛和紫坛本质上还是不同的 首先雪坛和紫坛的关系 跟这个海黄月黄关系并不一样 海南黄花梨和越南黄花梨 同属于是香芝木类 类上是一样的一致的 包括专业的木质鉴定机构 对于材质的鉴定结果都会精准到类 比方说这个海黄和越黄 拿去鉴定中心 木材鉴定室给出的结果都是香芝木类 但紫坛和雪坛就不同了 印度夏艺紫坛给出的鉴定结果是坛香紫坛 雪坛给出的鉴定结果是染料紫坛 所以说从根本上就证明 这两者并非是同一种材质 而且咱们去分析两者的区别 从木性上看 这雪坛财性是偏脆的 而且纤维弹性是比较差的 行业内管这种叫做杀性材质 这点跟紫坛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 而且味道上也是有不同的 印度夏艺紫坛是一种清香气 老料会有种巧克力的甜香 就算是新料 它也会有不酸香气 而且燃烧后味道也是很清晰的甜香 但是雪坛不同 正常的雪坛基本上是闻不到味道的 也有一部分雪坛会有种百慕的味道 燃烧后都会出现这种焦臭的味道 而且两者价格上差距是非常大的 雪坛原料的价格 普通一些的 一吨差不多一万左右 好一些的料子 差不多两三万一吨 印度夏艺紫坛原料 动辄就要大几十万 或者上百万一吨 所以说原料价格差距是非常大的 OK 今儿跟大家聊到这儿 关注我 了解更多文化收藏知识 沐浴沈香 拜拜